那個規則一定要注意 如果拿一個邏輯 然後冒號 冒號後面就做什麼事情 那特別注意 我剛剛特別強調 這個縮牌是必要的 你那個縮牌沒有加也不行 那因為Equipers will enter 他會自動幫你加的 那個縮牌 所以你只要沒事 不要把它弄掉的話 應該就不會出錯 那有些編輯器不會 像記事本 你如果在記事本上面寫 他不會幫你加 所以變成你要自己按個TAB鍵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要判斷什麼 假如說我要不是兩個 兩重邏輯 而是多重邏輯的話 那這個時候該如何撰寫 特別注意 未來 如果說你有多重邏輯 撰寫的方法其實也非常簡單 比如說我今天低階 先判斷年紀輕的 小於18 那記得喔 print之後請你enter 那else的上方 你可以再加一個 加一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記不太起來的話 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請你把一幅這兩行複製 貼到這個上面來 貼到它下方就可以貼上 貼上之後呢 那這邊就有兩個一幅 那一個 這個結構 裡面不能夠有兩個一幅 所以怎麼辦呢 第二個一幅的前面 請你再加一個 加一個L一幅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第一個 要首先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其次的部分的話 就是 叫L一幅 等一下 L L一幅的話 就是 1L加一個一幅 L一幅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一樣就是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 如果我今天希望 條件是18歲到30歲 而且18歲是要等於 然後 而且 然後它是在小於這個30歲以下 叫青年 那我剛才青年我先打 這個如果 假設我今天 這邊要多增加一個條件 就是 它這個地方會是青年 那青年的話呢 我就直接這邊 先改一下青年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如果在上方這個地方 多增加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的敘述 那邏輯就特別是 這邊是 Edge如果小於18 那再來的話應該什麼 它要大於等於18 所以這裡的話 你就在這邊輸入大於等於18 空一格 而且 and 所以那個 有點像是什麼 你可以畫個圖 比如說 我們假設 這個是小於18 小於18 那這個的話 是大於18 大於等於18 等於 然後呢 小於等於30 那如果這兩個區間 是有交叉的地方的話 那請你注意 這個中間的那個 這個 關係的話 你特別是這邊一定要加個and ok 那如果兩邊沒有重疊 你希望又 oh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邏輯序數就加個and and 而且 而且什麼呢 這個Edge 必須怎麼樣 是 Edge 有沒有 Edge 變成要小於 而且等於30的話 ok 這個就是我們邏輯了 有沒有 這個是首先 如果它小於18的話 那就未成年 但如果說它年齡是18到30 那就輕年 欸 再來就壯年 壯年的話就是 欸 假設30到65歲 欸 而且有等於的話 喔 對 因為如果等於已經 那應該31歲 喔 31歲 到65歲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 怎麼再加這個 邏輯判 記得喔 如果後面你還在加的話 我教過一個技巧 你就把這一段有沒有 直接再複製 就是貼到底下來 做什麼呢 先改這個好了 先改個狀 ok 如果是狀年 那這個狀年的話 當然特別知道 應該什麼 大於等於 欸這個地方就是不能等於 因為如果等於 應該這邊假設30好了 應該是 大於30 不能等於 因為等於的話 變跟這邊是重疊了 當然理論上會先跑這邊 再跑這邊喔 ok 所以變成他 如果等於的話 那應該會執行這邊 那而且怎麼樣呢 小於等於65歲 65歲 包括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把它改成65 那這樣的話 就會執行狀年 那再來的話 當然呢 就老年 所以大概有兩種寫法 一種是什麼 寫一個L if H怎麼樣 如果是大於65歲的話 ok 不過其實喔 另外有寫法 因為剩下來的 除此之外好了 因為 除了一二三之外 其他就算老年 欸這樣也對 所以喔 理論上比較簡單的寫法 就加個Ls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老年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小於18 未成年 再來青年 壯年 老年 ok 好執行一下 那你run一下 如果說ok的話呢 那理論上 這個應該會成年 那如果我先要跑到那個 青年的話 那應該是三十二歲 三十 不應該是 三十好了 三十應該是到青年 欸沒錯 那剩下來 如果我先執行 七十歲的話 那應該跑到老年 因為一二三都不會進去 所以剩下來就是Ls 欸老年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邏輯判斷給寫出來 特別注意喔 可能要注意的就是中間喔 如果你將來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你就是繼續 if else 一直下去就對了 ok 如果是交集的話 你就用and 如果是連集的話 其中一邊出現的話 你就all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實也沒有太多規則 反正這些的話 應該 足夠你將來再做很多邏輯判斷 使用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